火奴卢卢警察局最近公布2023年的窃盗案件 仍高达1927起 虽然略低于2022年的2276起 与2021年的2167起 不过对于上千名游客来说 都可能对整个旅游计划带来严重影响 有鉴于此 夏威夷游客协会执行长 Jessica Lonnie Rich建议 可以使用防水袋 一起将小型贵重物品带下水 此外 记得不要将所有珠宝都带到海滩 也不要将钱包埋进沙里 因为都有游客报案过 表示回程时发现被偷 或找不到埋在哪里 另外也建议 海滩上可安排一位同伴 专门负责看守物品 而对于大件贵重物品 则应该放在饭店保险箱中 且最好也不要放在车内 因为即便车子上锁 也可能被砸破车窗偷到 东森新闻团队 洛杉矮报道